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某,欢迎收看速说量子 这几天很多人来问,关于那个量子力学被推翻的新闻你怎么看 这个消息最早来源于本月初耶鲁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在Nature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原论文的名字叫,在飞行中捕捉和逆转量子越前 可以看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严谨的 确实是搞科研的说法 那它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成国内这种标题党的呢 在Nature发表之后 美国的每日科学网站根据这篇论文发表了一篇新闻 叫,物理学家可以预测量子越前 并最终拯救薛定谔的猫 这个说法明显就好理解多了 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不过这个听起来还算正常 但到国内就变成了量子力学被推翻 类似这种 那原来这篇论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主要是 当量子越前之前 也就是一个粒子从这一轨道越前到另外一个轨道之前 发现有个微小的光子消失现象 这个在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 这次人们发现了这个特殊的现象 于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现象来预测 粒子是不是要进行越前了 打个形象的比喻 比如说你要打喷嚏了 传统的观点认为 打喷嚏不可预测 那谁知道你要什么时候打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整个打喷嚏的过程 你就会发现 打喷嚏是有一系列连续动作的 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比如打喷嚏前 你必然会先张嘴 同时闭上眼睛 想想是不是 不记得的话 下次打喷嚏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 于是别人可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 尤其是前面的准备动作 也就是张嘴闭眼 来知道 哦这个人要打喷嚏了 这就叫在飞行中捕捉 这里说的飞行中 并不是真的在飞行过程中 粒子不是飞过去的 是直接瞬移的跳过去的 只是这里把量子的整个跃迁过程 从准备阶段到跃迁完成 比喻成一次完整的飞行 注意这里是包含了准备阶段的 那那个逆转量子跃迁又是个啥意思 其实就是当发现你张嘴闭眼了 相当于预测到了你要打喷嚏了 然后可以立马把你的嘴鼻都堵上 由于无法吸入足够的空气 你也就打不出喷嚏了 所以这里的预测 是通过准备阶段进行的预测 而不是对整个跃迁过程进行的预测 因为当你预测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发生了 只是它的整个过程还没有完成而已 对整个完整的量子跃迁过程来说 它在整体上还是概率性随机的 仍然是遵循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的 其实在原论文中已经说了 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现代量子理论 预言是一致的 并没有可供调整的参数 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再看科学类新闻时 尤其是国内这种各种自媒体新闻 一定要保持科学精神 切勿听风就是雨 好了 我是林某 速说量子 下期见了 拜拜